再來每一日較前的人數 有完給民眾非常緊張 為了家鄉管來有離風的好年 南道管政府特別為韓國 顧北一萬兩千多的催暖快台七十 要來分散給管來一百九十一斤的幼齡 讓小孩利用催暖來做檢測 不能檢測離黨的不爽快 竟是有好來提官台檢好人 過期傳統的方式 用棉花棒插到很低層面 小孩子都會非常不舒服 現在是民生的快篩世紀 台北方都是主要利用千金方式來做檢測 對於小孩來說不需要做心驚嚇 竟是有可能在檢測的過程當中來受傷 從南道管政府為了要加強優勢 向他考慮在北韓國外財港 用水暖都能檢測的快篩世紀 要來發紅後管來的公司力由一行 目前使用的快篩世紀 好像給小孩子來使用不太適合 所以我就盡快地跟我們教育處的路處長 還有我們衛生局的全局長來商量 是不是能夠盡快地買脫育的快篩世紀 來給我們幼兒園的小朋友來使用 那麼經過大家的商量之後 還是認為脫育的快篩世紀 對兒童來講是比較好使用 所以就會有一條繩 它會跑出來 對 官長人民正表示 這次總共運用140萬的經費 為韓國採港1萬2千多的水暖 快篩世紀 要來分散給管來的191斤的優勢 不然當鐵館提供好率 不然當學家長好成學業 東洋第二一百斤140萬 像韓國買了1萬2千劑 要給我們前線的191個學校來使用 我相信我們就要防疫工作做得好 大家隨時隨地去快篩 尤其兒童得到確診 家長都非常的擔憂 都非常的不放心 所以我們對歐童方面的照顧和預防 是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特地買了1萬2千劑 要分送給我們前線的191個學校的歐童來使用 最近移動比較前的案例是越來越多 尤其是要不要五歲的小孩 沒辦法煮以風車 感染的風險是非常危險 無聊水如何快篩世紀 都可以讓小孩不再驚慘 並得到快速提供的目標 其他都會提供的訪問